《一九二十三之课》 《一九一九四课》 《一九二十课》 《一九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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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文网我们的朋友 今天善缘好运 因為我們有一個獨家的採訪 特地來到敦煌165年中秋節的寺人 請我們以敦煌研究院現任的院長 黃毓東先生 我們訪問一下他對敦煌的期望 或者一些現況 我們今天特別特別的幸運 可以請到敦煌研究院先生的院長 黃毓東的院長 特別是在今年敦煌1650年中秋那麼好的時間 請到院長訪問他幾句 前天晚上就有一個很大型的音樂會 聽說是1650年來第一次 非常感動 因為可以在大佛面前跟他一起享受音樂 看月亮 背後有什麼的構思啊 有什麼理念在裡面呢 因為今年卡分莫高窟創建1650年 我們舉辦了一系列的學術活動 還有一些展覽 包括這次交線音樂會 因為我們知道 莫高窟它實在是一個不同文化 相互交融的一個階級 是 那這樣一個交線音樂會呢 實際上也是有西方的一個交線音樂 有我們中國的民族的交線音樂 然後結合在一起做這樣一次演出 我知道你來東華二十幾年了 為什麼東華有什麼新音流下來這麼多年呢 我第一次到東華 實際上是讓這個環境興奧 因為我對莫高窟的它的價值 可以說是一無所知 因為我是學工科的 又是長在一個農村 農村長大的 對這些說到什麼不是很清楚 尤其是對藝術 可以說是很無知的 最吸引我們就是這個環境 非常的靜密 我第一次來以後 就是這個環境感動 然後慢慢地 才受到這個藝術的熏陶 就是讓我們知道 莫高窟它的價值 是無比巨大的 它的保護的任務呢 是非常艱巨的 它需要有一些人能夠留守在這個地方 來保護它 來守望它 我呢 是眾多人中間的一員 因為有這樣的一個團隊 也是讓我能夠留在這個地方 如果沒有這樣的一個團隊的話 也可能自己選擇就離開了 所以現在我們有一千一百多人 所以龐大的一個團隊 來共同保護研究 公園團隊 就能夠離開 王院長那個大動力很強 而且我相信他一定很有計劃 所以我最後一個問題 要請問王院長 對未來 未來五年 未來十年 還是未來一百年 還是下一個一百六十五十年的 那個 Vision and Mission 就是那個計劃 還有其他 期望 這個 作為東方研究院的 這個 院長來講 我們必須要 把這種遺產 把它保護好 把它研究好 把它風陽團成好 這是一脈相承 嗯 從常先生 常宗先生 到代物界先生 然後到范景志先生 幾代多方人 都是沿著這樣 一個目標來分敬的 不斷地探索 就是在每一個時代 他都有每一個時代的 這樣的保護的方式 研究的這樣的計劃 然後他弘揚的這種手段 到未來呢 就是 到了我們這一代人身上 就是要做 符合這個時代的 他的事情 但是保護研究弘揚 這三大目標 是不會改變的 嗯 這是我們保護的方式 要隨著科技的發展 就是我們的 管理的這樣的 不斷地完善 來把它提升 嗯 比如說 我們要從過去的那種 強勁性的保護 要進入到一個 預防性保護的 這樣的解答 所謂預防性保護呢 就是我們要提前來了解 來監測 它影響 莫國庫保護的 這些自然 和人為的一些因素 嗯 然後找到它 跟壁畫的 病害之間的一些 關係 啊 來提前 去控制它 嗯 比如說 我們現在遊客 給洞窟帶來的 二氧化碳 溫度 10度的升高 嗯 那我們就可以通過一些傳感器 來實時的來監測 一旦超過我們的那個預知 啊 我們就要停止開放 嗯 來加以這個 呃 提前這樣的一個控制 嗯 另外呢就是說 數字化的保護 嗯 也是非常重要 這個它可以永久地把它保護下來 嗯 啊 因為這壁畫彩素 總有一天可能會消失 嗯 我們通過數字技術 把它研究好 高清的啊 高保證的 啊 高保證的 就是變形非常小的 這樣 嗯 一種標準 把它保護下來 現在我們已經完成了 120個等級 嗯 今年呢可能會完成這個 再完成20個等級 嗯 所以也是 有香港的很多的一些朋友 香港独豪之友 嗯 來捐 捐助 捐助 當然我們自己也 也 也投入 我們政府啊 啊 像國家公民局啊 我們甚至都要投入 大家一起 啊 來把這個 做起來 是 就是極限靠東皇研究院的力量 是不夠的 我們需要社會各界 嗯 啊 能夠來加入到我們的保護的考量 謝謝 謝謝 他真的 很有圓件啊 真的會培養後一代 下一代的 看得很遠 做下了很多的功夫 不過真的要大家一起 配合一起 保護這一塊 那麼重要的 人類共同文明的一點 就是 就是 敦煌的佛教藝術